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各方都在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 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 形成了选举民主制度 中国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 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针对西方民主近来出现的问题 民主的衡量标准 东西方民主有无互见之处等问题 中心社东西问近日专访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它最大的根源就是没有顾及到 民主它本质所存在的性质 第一个就是它的时代性 民主它随着时代的变迁 它要有一个不断的演进 不断的改革的进程 美国这个民主现在对民主理解 跟200年前华盛顿那个时候 对民主理解 几乎没什么变化 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 第二个就是忽视了民主的国别性 每一个国家根据它的国情的需要 它都有自己的民主的特性 那么美国就认为 全世界的民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不断地向海外去推广 扩大它的民主化 这个时候你会突然发现 在全世界没有成功的案例 我觉得衡量民主的标准 它没有普天下都恒一的定义或者概念 但是有一个实践的标准 那就是由本国的老百姓的感受程度来评价 我们的制度能够满足老百姓的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功能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可以满足老百姓不断能够分享社会进步的这种增长的日益增长的财富的需求 这没问题 第二能够满足老百姓对于基本人生安全的需求 第三就是社会服务的均等化的需求 全过程民主是这些年来 中国对本身民主实践的一次最新的总结和提炼 我觉得是对过去几千年来人类民主思想的一次极大的创新和突破 王文表示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指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全覆盖是指民主能够覆盖各个领域各个阶层 全链条是指民众不止在投票的瞬间才能行使民主权利 全方位是指民众拥有权利 使国家及时全面的为民众提供服务 所以实际上我们向美国借鉴了大量的这种优秀的经验 包括如何去推进激励 如何去最广泛意义上去征求每一个个体的意见 这些我认为都是借鉴了西方的这种个人主义的基因中的好的那部分 那么美国我认为也逐渐逐渐在兴起一些声音 希望能够向中国借鉴一些东西 那么在其他国家有更多了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还是相信历史的进步性 就是当中西方文明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激烈的这种竞争 摩擦冲突的过程中 最终得出的结果一定是相互的借鉴 互学互建设的完全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